南瓜素肉加上松茸 再淋上酱汁 视觉味觉五星级 清爽的南瓜汁做佐料 再加上鸡蛋豆腐 色香味俱全 这是香港香格里拉酒店 推出的蔬食新餐点 有信心会受到欢迎 香港的天气比较潮湿 如果经常吃素食 都可以令到它觉得胃口 也都比较清新 也都可以轻松一点 负担不用那么多 我煮的素菜 就很强调 就是在材料方面 当然我不会说 有些素虾 素肉 有些不要的 是在材料那里 怎么样去 将材料去提升 尤其端午节即将到来 今年多出了三种素粽 让民众可以选购 其中造型特殊的古统粽 还得到了美食冠军 领先其他的荤食料理 这让酒店更愿意 推广素食 是员工也是此寂寄人的陈赞强 乐于看见同事们的转变 疫情后我真的更深的感觉 虽然是如素了十年 可是我真是更深的感觉 疫情 比如上人说 飞速不可 如果我们不如素的话 这疫情是没完没了的 美食的定义 不再是大鱼大肉 回归本性 清淡简朴 更有滋味 当然新闻这些美食公里 还没苏婉珍 香港报道